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今年8月上任后 首次举行与媒体交流记者会 美国接下来对台政策成为关注焦点 虽然重申一中政策不变 也强调美方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在台湾关系法架构下 有义务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除了对台军售建在弦上 丽英杰也提出未来三年任期内四大增进目标 包含增进台美合作经济与商业关系 还有台湾在国际社会角色等等 尤其当中国大陆瑞实力与日俱增 挤压台湾国际空间美方态度 有指标性意义 丽英杰新冠上任打安全牌 在大方向上与先前没有太多改变 毕竟台湾夹在美中两大强权角力中 与美国关系消长对区域安全而言 牵一法动全身 怀疑新闻宋军一张志豪台北报道